欢迎大家收看 求求来帮忙 有请今天的求助人 大家好 我是朱小明 今天我的同事向我吐口水 这严重地伤害了我的自作心 所以请求你们帮我主持公道 让跟我吐口水的同事向我道歉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吵小明吐口水 打人犯法呗 对 本来你们是想打他 小明这 居然还找记者曝光我们 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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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来你的同事很讨厌你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肯定是记得我们老板关系好 是 那可是太好了 那恨不得就是老板的一条狗 每天对老板唯唯诺诺 让他看茶几块钱 平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承认 我现在是有点磨皮能讲 但是刚来公司那话 我可是很殷气的 现在我正式宣布 包括我在内 每人降薪五百 共度难关 哎 听一下 朱小明 你刚来两天 就不想干了是吧 像这种黑白不分的公司 不干也吗 对 我们每天没日没日的加班 熬坏了身子 背坏了腰 吃坏了肠胃 别坏了身 而你呢 是啊 您比我们付出了 更多的努力和牺牲啊 嗯 凭什么要跟着我们一块儿 降薪 您是老板啊 那公司效益不好 是我们员工的问题 您凭什么要跟着我们 一块儿受罚 这不是黑白不分吗 大话说是不是啊 对 朱小明 你说得好啊 哈哈哈 老板请取了他的建议 把靠自己的钱平摊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说他是狗都是贵 狗都侮辱 他怎么能这么说我的 我平时对他挺好的 对我好 好 开哥 你个电影看着还不错 你放一下呗 好嘞 我把脸戒给你了 你们俩在干嘛呢 哎呦 老板 没干嘛 老板 毛台上班 摸鱼看电影 还强行拿着我一块儿看 不像话 下不为例 好多老板 不是老板 怎么就批评两句啊 那以后大家上班都摸鱼看电影 那你想怎么样 这样 我也看了 我自罚五百 那毛台你是主看 你罚多少 我 你 不是你什么你 你怕也得罚一千哦 小明 你得主意好 上班摸鱼看电影 那本来就不对 那罚款也是为了公司好 我又怎么做 他有什么错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 我 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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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激动 虽然小明他的确不是个东西 不过 你们一起去朝他吐口水 会不会有点过分 过分 发开 想知道什么叫过分吗 这狗东西还给老板提建议呢 这个是我结合实际 股心专业出来 关于公司优化的若干建议 第一条 因为下班时间不属于上班 所以下班后 加班产生的准费 电费等一切消耗 都应该由加班员工自己承担 是我主动要加班的吗 他要让我自己掏钱 他这电影实在是太够 还有更够的 第二条 上班不应该只为了钱 更应该注重自身的成长 所有员工应该主动降薪 来激励自己进步 虽然想得出来啊 那合着我出来打工 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单纯的劳动是吧 哈哈 绝 第三条 公司不是涨出来的 而是省过来的 房租会就在公司加班在公司住 结一索实 饭头咸菜也能管保 第四条 公司就是员工的第二个家 老板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所有员工接的老板 都要主动的居住问号 逢年过节都要送礼祝福 第五条 实在是说不下去了我 那您最后有什么话要对小明说吗 我 不能说脏话 那没了 没 祝小明这些建议还是比较中肯的 当然 还有些地方比较幼稚 比如说逢年过节 给老板送礼这一条 他不如直接给我送红光还好一点 省得我们员工到时候还要费心思 猜我想要什么 对了 我最近还有一个想法 我们员工应该付费上班 一次来感谢公司给我们一份工作 这个想法 我已经写到这个建议里面了 来 机长朋友 带一份回去 不用了 带一份回去 吹 你这个机长怎么认为素质 小大哥 带一份回去 带 带一份 短 陈祥六点半